今天我想拍一個大的LV購物片 對我來說是類似一件藝術品 就算放在這裡看也很漂亮 另外是另一方面的投資 所以如果對名牌手袋LV沒興趣的話 也可以看我其他的影片 好了我們現在事不宜遲就馬上開始了 我也是一樣由一些小小的 先說起 第一樣是這個盒子 先看看 我應該猜到是什麼了 聽到一點聲音 我會給你看一個袋子 有一個塵袋子 然後是這個 是一個鎖匙包 這個款式很經典 所以如果喜歡LV的朋友 大部份都會有這個 前面有金的鈕 LV正正在這裡 後面 一打開就是這樣的 有些啡色在這裡 而且LV真的很耐用 很喜歡LV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的物料真的很耐用 這裡有個位置 可以用來放卡 如果喜歡的話 另外為什麼我會買鎖匙包 有時候可能一些貴的包包 Chanel包包是LAMSKIN 如果真的有鎖匙 放進去的話 可能會刮花裡面的皮 下一個也是一個小件 也是有一個塵袋子 我已經不知道是什麼 因為這個是很輕的 這個是一個飾物 其實是一個小小的 行李牌 這個是它最小的尺寸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行李牌真正的用途 當然用來放在行李牌 但是我用來當一個鎖匙扣 一個裝飾 可能有些包包不是真的行李 但掛這個我也覺得挺漂亮的 而且裡面真的有一張小紙 是有一個膠 你可以寫地址 名字 我應該不會真的寫下去 用來裝飾為主 還有一件事 這個行李牌是可以黑名字 即是那些 initials 可能頭那兩個字 可能我Elaine Howe 就是eh 還沒肯定 放什麼英文字母 可以給一些意見 麻煩大家 好像是最多三個英文字 應該沒有記錯的話 或者我想過 可能只是放一個e 因為eh好像太多 information 在袋子裡 所以我還在考慮 這個其實跟剛才那個 是一樣的 但是不同 尺寸 也是這個 我剛才發現這樣 先弄回去 這個是大尺寸的 我會放所有資訊在下面 應該是下一級 沒有記錯的話 這個可以附回一些大小小的袋子 而這個小小小的袋子 會比較適合 而且剛才發現塗了這裡 但是這些 隔著就會平平 到下一樣 這個小小盒 有一個襯袋 也是一樣 這個是紅色的 這個是卡片套 是Supreme的卡片套 因為她LV跟Supreme之前有個合作 然後我就搶購到這個卡片套 是這樣的 打開 這裡是可以放東西的 這個位置 我應該不會放東西了 打開紅色的裡面也是一樣 1 2 3 3張卡在上面 這裡也可以放一張卡 旁邊也是一樣 是這樣 交叉這樣 留在這裡也可以放東西的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我覺得這些卡片套是頗方便的 有時候揹一些小小的袋子 不想帶太大的銀包 因為我用它也是我幾張卡 可能是 driver's license 然後兩張credit card 就可以了 可能放一些現金 然後到這個是大盒一點的 這兩盒也是一樣的尺寸 一打開就有這個 布袋 這個 這個超可愛的 哎呀 調轉了 我打算調轉 就是這個粉紅色的 這個長頸套限量版的銀包 這個是假期限量版 是超可愛的 近鏡 長頸套上面有些包包 是超級超可愛的 這個系列 我覺得 然後一打開 裡面就是粉紅色 這個是真的一個銀包 其實我平時真的很少用銀包 但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因為我喜歡它的花 還有這些 我可以用來草 欣賞 我覺得很漂亮 所以是一件藝術品 後面 全部都是它的白色 那種 乳番 這個 會比較容易髒 因為始終是白色 裡面有一些位置放卡 1 2 3 3張卡 這裡 然後這邊也是3張卡 總共可以放到6張卡 這裡可以放東西 這邊一樣可以放東西 銀紙的位置 而且我記得我以前很喜歡 還沒用卡片套之前 我現在的LV卡片套之前 我很喜歡用這類型的銀包 旁邊這裡有一個拉鏈 可以用來放散紙 但我應該不會用來放散紙 因為我平時覺得散紙比較髒 所以我有另外一個LV的小錢包 去裝它們 超級超級可愛 這個 好了 下一個 同一個尺寸的盒 看看 又是 粉紅色 其實這邊是正面 是一個淺粉紅色的 它是有些 壓了LV的標誌在上面 前面這一對是有一格的 還有這個銀包 可能是一個 卡片套散紙包 它其實是用來放散紙的 本身的用途 但我不會用這些來放散紙 因為始終顏色比較淺 所以 銀子比較髒 所以我也是用回LV Monogram 那個散紙包去放散紙 這個我主要用來放卡片套 這裡有一格可以放卡片 然後拉鍊 它其實是有一個鎖匙 可以扣鎖匙 因為這個本身的用途是用來 放一些散紙 鎖匙 那些 如果放卡片的話 我應該是拿這個出來 然後放一些卡在裡面 裡面也是一個淺粉紅色 非常漂亮 整個小小小的銀包 大小小的盒子 就是這個 這個是太陽眼鏡盒 看看我買了哪一副 其實我買了幾副 這次我是第一次買LV太陽眼鏡 因為我是戴Dior Chanel 以及Gucci 原來LV的質素也不錯 因為它的盒子非常可愛 是藍色的盒子 整個是很方的 一打開 就是一個浴浴的色 這裡是一個眼鏡 袋子 喔 這一副 其實是比較異常一點的 就是這個 Supreme的collection 以及LV合作的 就是這個豹紋 圓圓圓圓的 近鏡 旁邊寫著Supreme 應該這邊也有 因為我那邊也有 我怕可能只有一邊 我已經有很多 最經典的款式 那些眼鏡 可不可以看到 他們出了這個Supreme 也蠻有趣的 可以用來襯衣 是一個圓圓圓的 我現在戴一戴給你看看 但我戴了頭褲 所以可能會有點奇怪 看看 就是 可能我摸摸頭褲線 可能可以看得清楚一點 就是這樣 也蠻潮的 因為Supreme是一個 潮同的路線 就是這樣 這個眼鏡 完全完全不會黏著我的眼睫毛 因為有時候我的眼睫毛 會睹到那個 鏡頭 可能會黏著臉 但這個完全沒有 也可以這樣戴在頭上 對 也蠻好看的 好了 到下一副了 我就不戴頭褲 因為 我還有三副的太陽眼鏡 然後就是這個 看看是哪一副的 也是一樣 也是這個盒的 也是有個太陽眼鏡袋 這樣入住 喔 這一副 這一副也是比較特別的 這個是Supreme的太陽眼鏡 我總共買了兩副 Supreme太陽眼鏡 就是這樣的 是完全是異形的 這一副 是一個 黑色的 整個是膠 旁邊也是 它有一些LV的Logo在旁邊 這一邊也一樣 前面是戴著一隻字 寫著Supreme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 是印上去的 然後這個 而且旁邊這裡是一個托 可以托著鼻子 好了 好了 我戴完之後 很特別 這副眼鏡 而且這副眼鏡 我上網看到 是有出紅色的 但紅色 我看了一個YouTuber 說看不到紅綠燈 如果是紅色的話 所以有點害怕 也是可以戴在頭上 去當一個頭褲 下一副太陽眼鏡 應該戴正常一點 是很少的 也是一樣 用藍色LV的盒子 這副是我最近戴了 但我把它放進盒子裡 就是這樣的 是圓滑的 有一點LV的 配件在前面 一半 旁邊是銀色的 加一個藍黑色 其實是不是黑色呢 看看 是比較藍的 太陽眼鏡 深藍色 戴上去 這樣 這副比我平時那些 有點不同 因為我臉比較圓 所以我很少選擇 這類型的眼鏡 因為這也是圓 所以拍到整天好像很圓 但這副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我很喜歡去下面 就是這樣 而且我的眼鏡很多時候都差不多 一樣 所以我可以買 新一點 試試其他不同的款式 這個戴上去也不是太差 也不是拍到我發現很圓 也是一樣 可以戴上去 頭上 也很漂亮 這副的眼鏡 這副是這樣的 也是比較 我平時會買開的類型 類似飛機師 那些太陽眼鏡 前面寫著很多LVLV 你要很近看 仔細才會看到 但如果遠看 其實也不是很看到的 可能跟我聊天的時候 就會看到LV在上面 是一個金色的LV字 而且這副眼鏡 我真的不是太知道 應該是黑色 應該不是深藍色 旁邊 後面呢 也是有一些LV金色的Logo 後面是一個托的 這個款式是比較普通一點的 在平時街上也很常見 這一類型的眼鏡 戴上頭 剛剛戴髮的頭褲 而且我也想問問你們 你們覺得我戴頭褲 好不好看呢 因為我好像很悶 經常都放頭髮下來 所以也想試試一些新的東西 然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好 現在又進入一些 大一點點了 是這個盒子 其實我已經開過來看 但它綁得很好 是這樣綁 所以我不用拆絲 是紅色的這個 這個斜背袋 這個很多朋友都喜歡 因為我之前開了一個Instagram的Live 首先可以看到我的致力品 很多朋友都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看 我也覺得 因為這個袋子很鮮 其實我沒想過買這類型的袋子 但看到之後就馬上很想買 就是這個紅色的漆皮 是有一個金色的OV扣在前面 後面是這樣 旁邊 它的繩子在裡面 裡面是一條金色的 其實可以拆出來的 可以當一個Clutch用 也可以的 這個 但我猜我應該要以斜背袋為主 這條鍊也非常非常非常閃 裡面的格式是這樣的 它有一個可以放東西在這裡 之後有一個拉鍊格 什麼貴重物品都可以放在這個拉鍊上 然後前面這裡也可以放一些東西在前面 有一格大東西在中間這裡 這個想看 比Chanel的Wallet on Chain 所以我覺得這個 也是另外一個選擇 如果想買LV小小的包包 我覺得這個款真的不錯 真的很漂亮 很搶眼 這個 而且戴上身後 都非常好看 好像跟Chanel的Wallet on Chain一樣 可以這樣 弄繩子 可以在旁邊揹個袋 或者再弄短一點 當一個手抽袋 但如果再弄短一點 就會有一個鍊在這裡 在上面這裡 這樣 會看到的 但我也覺得OK 這個袋很高貴大方 可能去吃飯 那些都會很好看 下一個也是同一個尺寸的盒 這個 這個布袋裝著 特別版 這個是假期限量版 超級很久都是一樣 長頸套 但就是在LV的Monogram上面 超級可愛 這個 後面 其實這個款的袋 就是我之前買的小小小的包子 但是印了一些特別版的花 在這裡 裡面的格式也是一大格 好 下一個盒 其實我已經擦了出來 就是這個 也是一樣 同一個款式的 但是不同花 這個花就是 上一次的 是不是叫特別版 也是 但是這個就是大溪地的圖案 後來我發現原來 是大溪地的花 這個淺粉紅色 然後非常喜歡 它這個系列 但是很多東西已經買完了 金色的鍊 也是一樣 就是一大格 裡面這個是淺粉紅色的 然後我有一個布袋 在裡面 平時我就是這樣收藏 我的包包 就是放回原本的布袋 然後放進去 如果那個袋 本身可能很大 的話 放一些紙 那些 去做一個形 出來 就是這樣 這個很可愛 然後就是這個盒 大很多 這個盒 也是一樣 其實我已經用了 這個袋 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在我上次LV的 這個也有買到格子的 我也買了這個粉紅色 是一個軟弱的 旁邊 還有我發現這個袋 其實放到很多東西 不要讓他看到好像 放不到什麼 這個其實是帶了 Chanel wallet on chain 和剛才LV那個 擺放一下東西也放了很多 因為可能它夠長 而且皮皮不會太硬 所以可能放不到什麼 但這個可以放到很多東西 裡面有跟 跟我之前格仔白色的一樣 是跟這兩樣東西 所以我覺得是蠻好 蠻抵的 跟這個 可以用來裝一些散紙 那些 但我應該不會裝散紙 因為始終裡面是一個淺粉紅色 而且是皮膠還是什麼 我怕散紙有點髒 可能用來裝卡 那些 近看 旁邊有一個LV在這裡 另外就是這個 裝卡 有 1 2 3 4 可以裝4張卡 總共可以裝8張 中間這裡 可以放一些卡 那些 後面就是沒有東西的 而且這個袋其實是跟著這條銀簾的 也是非常粒粒的銀簾 可以扣在旁邊 如果不扣 就可以當一個clutch去用 裡面就是一個鏡皮的質地 一大格在這裡 然後旁邊這裡可以放一些東西 現在盒子就越來越大了 就是這個盒子 應該是鞋子 應該是鞋子 是一雙鞋 是哪一款呢 是這個拖鞋 LV的拖鞋 這個LV的扣在這裡 寫著LV 而且啡色也滿容易配襯衣 這個顏色 而且不容易髒 我買的就是35號鞋 我還沒穿過這雙鞋 所以不知道LV的拖鞋 舒不舒服 而且起初我也打算買了 就是Monogram的花 但它全賣了 沒有我的尺寸 但這個也不錯 挺漂亮的 啡色高貴大方 我們繼續了 就是這個盒 比較重一點 這個是盒中盒的 有兩個盒 在這裡 這個是波鞋 在這裡 這個款式全部都是Monogram LV的皮 前面正正寫著LV 後面就是黑色的 這裡也寫著LV 這款的鞋 應該是他們的經典款 應該長期在店裡也有的 就是黑色鞋帶 我買的尺寸就是 35號半 其實平時我穿36號鞋 US6號 但LV那些鞋 偏大一點 而且我剛才的拖鞋是35號 所以整整買了一個鞋 所以我很建議LV那些鞋 進去專門店去試一下 那下一樣應該也是鞋 是這樣的 這個是一雙涼鞋 是這個 有些紅色 還有LV Monogram的 涼鞋 我買的尺寸就是35號半 這雙35號半 穿上腳其實有一點點 好像剛剛好 如果有36號是最好的 但全線都斷了 36號 所以我覺得35號其實也可以 而且我其實是右腳小一點 所以看上去左腳可能剛剛好 右腳其實也對 這雙兩鞋 繼續 又是鞋 這一雙我已經知道是什麼了 應該 不是 不是我想像中那個 這一雙是 白色的 可能這邊 旁邊 旁邊有寫著Louis 這一雙鞋 也非常非常出名 是一個V字 應該也是長期有的 這個款式 整雙都是白色 再配一個金色 低調一點點 另外一個寫著LV圓形 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較好看 這個款式拍得腳很收長 因為好像這樣V字 近看 鞋帶也是白色的 配上 旁邊這裡是金色 還有我之前也買過LV的鞋 也穿過 其實LV的鞋 也非常好穿 那些波鞋 那些 我想看看我買了什麼尺寸 這雙鞋 我都在上面 也是35號半 跟我剛才那雙 這一雙波鞋是一樣 都是鞋 我買了很多鞋 其實這次也 我還是這麼喜歡買鞋 這雙不同的 是一個魷魚鞋 有些LV的Monogram 在上面 還有這個 是淺啡色的 我發現我其實也蠻喜歡 他們這樣配搭 淺啡再加他本身的顏色 然後是金色的 這裡 還有一個蝴蝶 這裡有一個小踩 下面是一個豆豆鞋 這雙鞋 這雙鞋 穿上腳也很好看 是黏紋一點 因為是一些魷魚鞋 是女生的 巴黎帽鞋 這個尺寸是 不知道這個寫在哪裡 應該在這裡 我買的尺寸是 35號半 35號半 比起我平時穿的尺寸 就小了半個號 這一雙 平底鞋 是黑色漆皮的 前面寫著LV 是方形的去設計的 後面是豆豆鞋 然後我發現 它的豆底鞋 也蠻舒服的 踩進去 真的好像踩空氣 LV的平底鞋 我之前上一個開 有一雙NUDE式的 後面這裡有點辛苦 還有前面的位置 不過可能是 剛剛新穿的關係是皮 所以要穿多幾次 才舒服一點 沒有他們的波鞋那麼舒服 LV的波鞋 非常舒服 這些平底鞋 可能要穿久一點 我買的尺寸是 35號 是我整整小了一個號 應該是最後一雙鞋 這個 忘了買了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原本沒有打算買的 但後來這個是SA 展示給我看 我穿上腳也蠻好看的 而且說是很斷屎的 這個 是最後一雙 整間公司 全球 就是這一雙拖鞋 LV的拖鞋 很有趣 是有粉紅色的 因為我很喜歡粉紅色 所以他拿了這一雙給我看 寫著LV 前面有一些LV的Monogram 啡色 這雙鞋 鞋底很有趣 是很平的 我買的號是36號 我自己本身的號 好了 現在我去穿一些大盒 就是這個盒 其實裡面沒有東西的 因為這個袋我已經用了 就是 這個 是這樣的 是金色的鍊 前面這裡有一些黑色的皮 後面 旁邊 這個款式的袋 有點像Gucci的袋 我的照片是這裡 還有Chanel Flap的袋 也是那個類型 開的時候就是按這個 然後這樣拿上來 這個袋其實也很大 可以放很多東西在裡面 這裡有一格 我通常不用前面這些格 然後它分開兩大格 然後中間有一個拉鍊的位置 真的格式很像Gucci的袋子裡面 它的質地是一個鏡皮的質地 就不會容易刮花 這個袋子真的比較實用 但是遇到你放多東西的時候 就會比較重 這個袋子 可以斜背 如果高的朋友的話 但我就不行了 因為這條鏈真的比較長 這個袋子其實只有一個帶髮 就是這樣側背 或者可以背現在流行 Chanel Gabrielle的袋子 其實這個帶髮也可以 這個袋子 也是一樣 其實我已經在用了 這個袋子 就是這個 千辛萬苦終於買到了 就是這個在網絡非常紅的 這個袋子 真的 沒說錯 非常非常非常實用 而且好用 難怪它賣斷了 這個袋子 後面是一個拉鍊 我就不用的 通常是後面這些袋子 它這個可以用一個手抽袋 而且可以斜背 它的帶子也是一個LV的皮 打開的時候就是這樣打開 然後這樣 有些LV在這裡 這個袋子其實是有點故事的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到 給你們五秒看 五 四 三 二 一 你們看不看得到 不知道 先看看 是這邊 這邊 這裡 比這一邊 然後這裡有點不對花 但我也覺得OK 其實不對花 因為 這個袋子不是說 像那個盒仔袋那樣 那麼貴 所以我覺得 這裡差一點點 其實沒什麼所謂 但這裡 就高了 起初也猶豫了 一段時間 可以回答嗎 這個袋子 但這個袋子真的非常非常紅 很多很多人想要 這個袋子 還在排隊 如果我真的回答 我也不知道下一次 什麼時候會買到這個袋子 所以猶豫了一段時間 後來也保留 這個袋子 還有Instagram的Live 後來問了一些網友的意見 他們其實說 其實不是太割 可能我經常看著它 我就會割 真的挺割 而且可以整好它 如果這邊這樣 拉一點 其實我現在正在用 所以裡面是有東西的 就是有三大格 這樣 是很實用的這個袋子 可以放到超多東西 裡面有很多空位 因為其實我之前那一陣子 經常常用小袋子 所以轉這個 就變成好像很少東西 它的質地是很有趣的 是一個 一些鏡皮的質地 最重要就是中間這一格 然後就是這一格 這裡可以放一些東西 打算買一個絲巾在這裡 保住這個手袋子 因為有時候我也會這樣抽一抽 可能 不是長期這樣抽 但可能有時候想拿一拿東西 抽一抽會方便一點 我們繼續 這個盒子很大 是鞋子 這個原來非常喜歡 其實跟剛才這一對 是一樣款式的 但是不同紫的 這個就是 一個淺色的LV 後面有這個 其實我喜歡這一對 比這一對多 但這一對應該會 可能平時會買這一對 但我覺得兩對都很漂亮 其實前面有一個LV 全部都是對正正的 旁邊 後面 還有這裡也有一個LV 我買的尺寸應該也是一樣的 35號半 這個 比我平時穿的 是小半個號 一樣 也是一個 鞋 不過又用一個大的盒 喔這一對 這一對 這一對 波鞋其實 也很紅的 是這樣的 是一個白色的波鞋 但有這個LV 在前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 是有一些鞋子 那些 因為這雙鞋 是有點大 這雙鞋是35號半 其實跟剛才那些鞋 是一樣的尺寸 但不知道為什麼 穿上去是比較鬆一點 這一對真的很紅 所以已經斷了 35號 然後就是這個盒 我已經猜到是什麼 是這樣的 猜不猜到 是方方的 這個包包 就是這個盒子袋 我上次買了它 最正宗的顏色 這次買了這個顏色 因為我真的 對這個顏色 非常有興趣 很喜歡 所以買了這個 而且這些都是經典的 旁邊有三個紅色的東西 後面 非常漂亮 這個是完全對花的 旁邊這裡 旁邊 前邊 旁邊 後邊 這個開發也是一樣的 這樣按 它有一個瓷貼的 裡面有一條帶 這個盒子袋 我之前也說過 其實真的裝不到什麼 但是它有一個很悠久的 有段古的盒子袋 所以 我覺得用來收藏 就這樣放在這裡 真的很漂亮 很藝術品 這個 下一件 也是這個盒子 也是方形的 裡面 也是 也是方形的 好啊 我又買了什麼顏色呢 粉紅色 其實這個是粉紅紫色 非常非常漂亮 這個就是有一個銀色的扣 很閃的銀色 後面 而且它那個是黑色的 這裡 旁邊 手工非常好 這個袋 一樣是這樣按 也是有一個瓷貼 好像忘了給你們看裡面 裡面其實跟剛才那個也是一樣 就是裝得不是太多東西 而且這個盒子是硬一點的 所以更加裝不到什麼 例如一支唇膏 一個卡片套 車時 可能就是這麼多 鏡子也可能問問才能裝得到 它這個是一個繩子 是配合它的 那個 淺紫粉紅色 這樣 而且也是一樣 這個是一個收藏品 下一個袋是這個 我也是用了 其實這個袋已經 就是 這個 大溪地的花 非常可愛 這個 而且它本身 LV有出這個 這個袋子 這個款 但跟正常LV 但已經斷尺寸了 其實我也想買 但現在應該沒得賣 應該 可能可以等 然後這個是 綁蝴蝶 是一個水桶袋 非常喜歡這個 而且我之前用過這個 不要看它 人仔細細 但是其實可以裝得到很多東西 這個袋子 旁邊 後面 還有下面是這樣的 然後裡面其實就是 一大格 我有一個層袋 裡面 完全什麼暗格都沒有 但是要小心一點 這個 因為始終是一個水桶袋 如果你裝滿一點的話 可能會有些東西 展示我出來 所以可能 最好放在前面 這樣斜背 會比較安全一點 這個繩子 其實是不能調整的 長度也OK 我完全是不高的 很矮的 就是五尺二寸左右 但是這個長度也很適合我 最後這個袋 就是這個盒 但還是只有一個盒 因為我已經拿出來了 但是這個袋 這個袋 就是這個 這個比較特別一點 就是一個格子 然後它就有一個 中間是一個粉紅色 是去到後面的這個粉紅色 但是就不會去到下面 非常喜歡看到這個袋 近看 是今年的設計 這樣按下去 然後 裡面是一個 鏡皮的 絨皮的設計 有一個防塵袋 裡面 它有一個拉鍊在這裡 原來這裡還有一格 一大格在中間 旁邊有一個格小 可以試一下東西 那些 這個袋 有幾個帶髮的 可以這樣 女生一點 旁邊背 或者 可以斜背 也可以 這個 好 到最後一個袋 這個其實也是 拿出來的 已經是個盒子 就是這個 也是大溪的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這個 這個 是一個 但是有一個繩子 它這個尺寸 比起我上一個購買的 是大一個尺寸 我之前買的就是25 這個 可能斜背 那些真的比較大 但是 它這個特別版的花 只出了30號這個尺寸 所以 真的很喜歡這個花 所以買了 是這樣的 可以手抽 還有斜背 單邊背 都可以的 這個 裡面的格式 還有它跟著一個鎖 把它扣在這裡 你可以扣在其他位置 這裡 旁邊 前邊 都可以的 裡面我現在塞了一些膠 還有我怎麼收藏的 好像這個這麼大的袋 我會有一些 可能不是的的時候 會有些膠 空氣有些膠 我會淋回 就是這裡 就是這樣的 不會好像 扁了 如果沒有塞東西的時候 有一個防塵袋 一打開 就是粉紅色的 它有一格子 這裡有一個暗格 有拉鍊的 但是整個袋 也沒有什麼 格式 那些 剝了膠出來 看起來就小了 好了 這條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喜歡 而且我買這裡的袋子 和鞋子中 你最喜歡哪一個袋子 和哪一個鞋子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還有我接下來 會有一個Chanel的Haul 大家密切留意 好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讚我的影片 訂閱我的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還有Facebook 那好吧 拜拜